一首首首席的老哥透過薩克斯風吹奏出來 一旁的長輩也拿著沐魚跟著打拍子 音樂是最好排遣無聊時光的方式 因此王凱麗師生薩克斯風志工團 走過全台各地為長輩或是病患免費表演 王老師表示志工團從103年1月17日成立 主要是有學生跟著學習薩克斯風 其中有位教授業務就是涉及長照中心 便常常到各社區長照中心娛樂長輩 我們團從103年1月17日成立 主要的架構就是有一群學生跟我學薩克斯風 裡面有一個成員是林青壽教授 他是南開福祉系的老師 然後他就是他的業務就是會涉獵這些長照中心 然後剛好草屯日照中心我們的那個學護理長 我們搭配在一起就是一方面來娛樂我們這些長輩 然後再來就是讓我的學生有一個表演的舞台歷練 然後可以說是一個金三角 然後這個金三角還有一個很重要就是我們的玄儒團長 他非常盡心盡力 所以他在沒有多的時間就達到100場的表演 這個公益演出 非常感謝他們 其實我自己很少啦 都是他們在這邊支撐這個志工團 非常感謝他們 也感謝那個林教授啦 還有我們的那個薛舒暢 他真的是盡心盡力啦 有他們才有我 其實過的我的名字都是他們在付出心血 謝謝大家 這一次的演奏會 剛好是團長許元儒 從警戒融退 團員們大家一起到草屯療養院 老年日間病房 表演給長輩們欣賞 一方面慶祝許團長榮退 首先我要感謝這個團的所有成員 在九年多以來 對這個長照機構 一直在琢磨盡心盡力 再來就是 我本身是在警戒工作 接觸這個撒克松以後 其實就是一邊工作一邊娛樂 盡一些心力來給社區 還有一些長照機構 這九年多來 其實我自己是兩百多場 其實整個志工團 大概跑了四五百場了 最早到台北 澎湖 花蓮 台東 我們都去其實是琢磨很廣 所以現在我從六月二號 從警戒退休以後 其實這一塊區塊 我們可以更用心去琢磨 讓社會每個角落都可以聽到我們 美麗的音樂 也表達我們對社會盡一點心力 回歸對社會的一些貢獻 王凱莉師生 薩克斯風 志工團 藤原來自四面八方 每個人都各自工作 由於興趣的關係 在閒暇之餘都跟著王老師 學習薩克斯風 而成立了志工團 不僅治癒愚人 也讓自己有表演舞台 同時也能夠幫助長輩 以及病患打發無聊時間 記者團員至小春正採訪報導